有40年历史的高雄 日本夜市 摊商规模破百 却没有合法登记 多年来造成当地的环境脏乱 交通不便 引发去留的争议 经过两次展研 原定在11月11号吹起灯号 没想到上个礼拜 摊商又来摆摊了 虽然警方开出了34张的罚摊 但是摊商根本罚不怕 让夜市现在是关不掉 也让当地的住户欺诈了 怒红政府呢 没有作为不排除发动抗争 追悲夜市街道上车水马龙 摊商逛街民众 跟往来车辆全挤成一团 交通大打结 但明明公告 11月11号结束营业 怎么又开张了 像我下班 我一定要赶在 大概5点之前回去 我车子才进得去 再来就是空气 都是弥漫一些食物啊 还有油烟的味道 不只交通堵塞 还常常有逛街民众 随地大小便 甚至不少摊商就地洗碗盘 导致环境脏乱 引发附近住户夺此抗议 有40年历史的瑞北夜市 并未申请登记 争议不断 好几次说要关 却亮度展延 原定在11号洗灯 摊商却照常营运 一个晚上被开34张罚单 也没再怕 一百多摊 只有开30几摊而已 非常是这一张是通行证啊 大家都还是一样摆啊 我们必须要把整个案子的 审议结果送到议会去审议 我们行政机关 在依照议会的决议来执行 40年夜市竟关不掉 住户不堪其扰 怒轟是否无作为 不排除发动抗争 对此经发局澄清 瑞北夜市存留与否 必须交由议会审议 目前仍在过渡期 无法强制驱离摊商 但会请警方加强取缔 维持交通顺畅 记得高雄做报道 我可以警方加强取编议会 挤断 无法强取编议会